一个电信公司职员去年取用并公开一名南督察 和他的家人的个人资料 不诚实取用电脑等四项罪名成立 判囚两年 是第一宗经过审讯之后判刑的起底案 法官说被告违反诚信 行为对执法者的心理造成影响 必须处以阻吓刑罚 马晨请报道 33岁被告陈景熙 案发布审是香港电信技术员 早前被裁定三项不诚实取用电脑 和一项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 而取得个人资料罪罪成 案情指他去年9月在红磡警署对面 用手机影警署家庭车场和车 警方在他的手机找到他在Telegram频道 发放一个南督察和他家人的个人资料 包括身份证号码和电话等等 他的公司电脑也有几个公众人物 和警员的个人资料 片方程上多封求情信 说被告2013年起在香港电信工作 期间努力学习 和家人同事相处融合 不是激进的人 因为对社会事件焦虑、愤怒才犯案 事后感到后悔 对受影响的人自怯 承诺不会再犯 律师又说被告的行为不是诈骗 没有金钱利益 只是想看频道的资料是否准确 一时冲动而犯案 法官姚勳自判刑当时说被告犯下严重罪行 将警员家人的资料发放之后 在频道声称有他的电话地址 而且查资料的过程不简单 说是一时冲动、难以接纳 认为被告违反诚信、不诚实 法官又说发生社会事件之后 警民关系尤其紧张 被告的行为对执法者的心理造成影响 亦令无辜家属受困扰 必须处以阻击刑罚 法官说被告是经审讯之后定罪 并没有减刑理由 考虑到他没有案底 四项控罪刑期部分同期执行 最终判监两年 有先电视记者曼婧情报道 事人专员欢迎法庭裁决 说由去年6月至今年10月底 公署已200多次去信18个网站、社交平台 或讨论区的营运商 要求移除3,500多条起底连结 已转嫁1,400多宗个案给警方跟进 据公署了解 就起底个案 警方一共拘捕13人 涉嫌违反私隐条例